暖暖羞的一下从床上跳起来,光着白皙的脚丫子踩在地毯上,哒哒哒就往外跑。 门口放着拖鞋,他穿上毛茸茸的小兔子拖鞋,就跑下楼了。 大哥哥! 顾男将外套脱下来,挂在衣帽架上,冷峻的眉眼在看见某个小家伙的时候都柔和了不少。 慢点! 说完就将跑下楼的小人接住。 黏黏乎乎的暖暖小朋友抱着自己大哥哥的脖子,就是一阵亲密的蹭蹭。 大哥哥暖暖好想你呀! 顾男抱着人,嘴角微微上扬恩了一声。 不过他没高兴多久,因为后面紧跟着顾爸爸也回来了。 宝贝女儿有没有想爸爸呀? 暖暖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小脑袋奶声奶气地回答嗯嗯,超级想爸爸了。 然后他的妹妹就被老爸光明正大的抢过去了。 上一秒还说想他的某个小家伙也投入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顾男! 日常对家里所有人都想一遍,暖渣暖相当游刃有余,既单纯又无辜。 小孩子能懂什么呢? 他只是喜欢家里的每一个人罢了。 自从有了农场后,暖暖基本没有给爸爸和哥哥他们去送午餐了,因为忙不过来,现在还要给小哥哥偷偷准备生日礼物呢,就更没有时间了。 现在不止顾男和顾爸爸想他,他们公司的员工都想他了,这么久没看见暖暖小姐,感觉公司里都不热闹活泼了呢。 这天他难得抽出一天的时间,中午又去给爸爸和大哥哥送午饭了,刚进门就受到了特别热烈的欢迎。 暖暖小姐,你来了? 抱着饭盒认真走路的暖暖礼貌又乖巧地点头。 等他离开之后,前台迅速在群里通知,然后一路去爸爸办公室的路上,暖暖遇到了好多和他热情打招呼的叔叔阿姨。 小姑娘都特别礼貌地回应,奶生奶气又乖软的样子,把人蒙得不行。 秘书暖暖小姐你好久没到公司来了,大家都想你了呢。 得益于顾总时不时地在朋友圈炫耀女儿,加上她本人就是特别乖软,长得又是所有人心目中女儿的样子。 在公司简直比大明星都要受欢迎。 一路上收到各种小礼物小糖果的暖暖认真点头,她感受到了。 她的衣服多多多装满了,走路还掉了几颗糖呢? 秘书看着掉下来的糖,都说了不能给小孩子多吃糖,这些人是不怕被顾总穿小鞋的吗? 暖暖小姐进去吧,顾总在里面等着你呢。 好哦,谢谢姐姐。 她抱着饭盒,刚走到办公室门口,收到消息的顾林默就出来了,将饭盒拿起来扔给助理,自己抱着宝贝女儿,舍不得撒手。 顾爸爸抱着女儿,舍不得她离开,但是顾南那边的道消息,亲自来她爸的公司接人了。 顾南经营着星锐,很少来这边,因此,这边只有一些老员工和股东认识她,来的时候可是引起了好一阵轰动。 最后,顾爸爸一脸不爽地看着自己大儿子把他的宝贝女儿接走了。 顾爸爸,今天依旧是不想当总裁的一天,什么时候能把大儿子焊在这个位置上的下画线? 爸爸再见,暖暖在家里等你回家哦。 小姑娘在大哥哥的怀里挥挥小手。 果然还是女儿乖,儿子都是他上辈子的阶级敌人。 顾浩巴一巴,今天到咱们公司来的那位冷面大帅哥,图片顾浩。 谁啊,拍照这么手抖,但是这么高胡的照片都挡不住的颜值,这气质这身高,我爱了。 这才是小说中霸总气场吧,可恶,为什么我看不清脸,放大镜我都用上了。 我是前台的,帅惨了,气场和咱们顾总不相上下,我拦下问他话的时候都不敢和他直视。 说这么多上照片啊,我要清晰的,可急死我了。 他直接去总裁办公室了,而且还一路绿卡,根本没人敢拦,身份很不简单。 内部消息,这位和咱们总裁有关系,应该是亲戚什么的吧? 啊啊啊,我看见他抱着暖暖出来了,最最重要的是,我听到暖暖喊他大哥哥。 你品,你细品。 大哥哥? 亲哥? 我就说,看起来有点眼熟,和咱们顾总很像啊。 内部消息,好像是咱们顾总大儿子,也就是说,咱们未来老板,看起来冷冰冰的好凶啊。 这叫有气场,谁有清晰的照片,我想看看未来老板的样子。 就问这气场,谁敢拍他照片,反正我是不敢的。 隔着这张湖得看不清脸的照片,都能感受到来自食物链顶端的压迫感。 恐怖如斯。 虽然看起来很凶的样子,但是真的好帅啊啊啊啊啊,这简直就是我男神本神。 哥哥和妹妹的年龄相差好大,但是莫名的好宠哦。 看起来冷冰冰的,却一路都小心翼翼地抱着妹妹。 我天,暖暖在家里团宠实锤了,有一点点羡慕。 顾男一来一去,并没有停留多久,但是却在故事公司里留下了传说。 这天给爸爸和大哥送完饭后,小姑娘自己也忙起来了。 每天农场和顾家两头跑,等买的年土和教程到了后,现在除了去农场带毛茸茸的小崽子们还要偷偷学习制作年土手办。 小小一只,忙得跟小陀螺似的。 不过没等他学好制作年土手办,开学季到了,而暖暖小朋友也要上学了。 农场里的小崽子们已经长大了不少,从原本的小小一只变成了好大一只毛茸茸。 因为爱卫生爱干净,他们身上的绒毛蓬松软棉花没有一点异味,特别受农场的工作人员们喜欢。 我上学了,就没有这么多时间来陪你们玩了,但是宋一叔叔会帮我照顾好你们的,要记得乖乖吃饭呀。 农场管理员宋一。 算了,拿着那么高的工资,照顾几只毛团子而已,他应该能应付得过来。 马上就要到开学日了,暖暖还挺紧张的,当然也有一些小小的期待。 明天就要去报名,今天他打算和崽崽们多玩一段时间。 农场的各种果树已经种得差不多了,内部的工作安排都交给宋一在馆里,暖暖每天来,基本都是为了这几只毛团子和小马鞠他们。 梅球,我上学后,你们是想在农场待着还是回家呀? 汪汪! 大黄围着暖暖打转,梅球将自己的爪子放到他手背上,瞧着还有些霸气地喵了一声。 哦,那就和暖暖回顾家去吧。 旁边的宋一,小老板,你究竟是怎么听出来的? 动物语言十级吗? 下午回到顾家之后,大哥哥和爸爸他们今天下班意外得特别早,但是有目的的,不知道为什么,暖暖感觉自己从爸爸和大哥哥之间看到了火花。 顾爸爸脸上笑嘻嘻,眼神跟刀子似的明天暖暖去报名,我去。 顾男淡定异常,并且千年如一日的表情,我已经交代南风请假了。 顾爸爸皮笑肉不笑地,看着自己大儿子翅膀硬了敢和你,老子叫板了是吧? 顾男平荡无波的眸子,看着他您才知道啊? 眼看着就像是要打起来的样子,暖暖左看看右看看,都咬手指头了。 爸爸和大哥哥要是打架要怎么办啊,Cake? 好在两个都是管理大公司的体面人了,还不至于真打架,就是那对峙的气场令人退避三摄。 暖暖坐在沙发上,左右两边分别坐着四哥哥和小哥哥。 大哥哥和爸爸会不会打起来啊? 软糯的语气里,满是担心。 顾安眼里闪着光,声音显得特别兴奋,我还没看过老爸和大哥打架呢,一定很精彩。 刚说完就被顾明李一拳揍了。 你闭嘴! 顾安抱着脑袋撇撇嘴,怎么还不让人说话了? 我说,你们两个干嘛呢? 顾妈妈脸上带着笑容,眼神凉嗖嗖地看着自己的老公和大儿子。 一瞬间,他的气场仿佛高大了许多,瞬间变成了家里最强大的存在。 老婆,女儿去报名这么重要的事情,肯定是要爸爸带着一起去的对部。 这不孝子太过分了,这都要和我抢。 顾男我是暖暖亲哥。 我还是亲爸呢。 顾男都一样。 顾爸爸,到底哪儿一样了? 顾妈妈,行了你们两个,都请了多少次嫁了,当暖暖没妈妈呢? 明天我陪儿子女儿去报名,你们两个给我回公司去。 两人还想要说什么? 顾妈妈一个眼刀子甩过去,嗯? 顾爸爸与顾男,好的。 顾妈妈走后,顾北笑着走过来拍拍大哥的肩膀大哥,现在不行开家长会的时候。 顾爸爸,我去。 顾男。 他得想办法找时间将暖暖的家长联系人变成自己的。 争吵落幕,暖暖端着果汁,跑到爸爸和大哥哥身边,乃声乃气安慰。 爸爸辛苦了,大哥哥辛苦了。 众人,辛苦什么了? 吵架吗? 顾北揉揉他的小脑袋声音温润暖暖今天晚上和二哥哥一起睡觉好不好。 小姑娘仰着头看他,听出了二哥哥话里的意思,慢吞吞地挪到他怀里,小手抱住了他,毛茸茸的小脑袋就埋在他怀里。 二哥哥又要离开了吗? 语气失落又可怜巴巴的。 嗯,这次请假回来休息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还好,给妹妹准备的地下室花房已经弄完了。 哦,暖暖的脑袋在二哥哥肩膀上蹭了蹭。 知道二哥哥又要离开了,暖暖瞬间又变成了他的小尾巴,走哪根哪,看得顾爸爸酸溜溜的,恨不得一整天都抱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不撒手。 瞧着身边的小尾巴笑了起来,带他去地下室那个超级豪华的花房。 才刚种下不久的植物,虽然很多花卉都没有开花,现在这个花房看起来也并不怎么令人惊艳,但是不止却特别舒服又温馨。 里面被收拾得很整洁,地面是人工青草,紫藤花下有一个鞦韆和鸟巢一样的吊栏,上方是透明的玻璃,白天可以晒太阳,晚上可以看星星,这里就像是另一个世界。 暖暖以后可以到这里来当鞦韆看书,下雨天也不用怕,累了就到吊栏里去睡觉,若是喜欢晒太阳的话,用遥控将这一块的玻璃打开就行。 顾北将内所有的布置和机关都和暖暖说清楚了,才带着他离开,小家伙牵着他的手,一步一驱地跟着。 二哥哥,暖暖以后,可以带小一,他们到这里来吗? 顾北区只在他小鼻子上轻轻刮了下,阳光下,他的笑容和煦,穿着白衬衫的样子像极了校园男神,现在也的确是校园男神,虽然已经毕业了。 这里是你的花房,你想干什么,不必询问我。 宠溺的若是换成别的小女生,此刻脸已经爆红了。 暖暖抱着二哥哥的手,将自己肉乎乎的小脸贴上去蹭蹭,幸福得不得了。 当天晚上,暖暖就和顾北一起睡觉的,小小的身体拱到哥哥怀里,抱着他,睡得可香了。 然而,顾北离开的时间其实是在暖暖报名开学后,第二天,顾南和顾爸爸两人黑着脸看他。 就因为这个原因,他今天也要和暖暖一起去报名。 并且顾妈妈家同意了。 顾南与顾林墨,呵,他们就说,这家伙昨天没动静呢,感情在这里等着。 顾北,微笑JPG。 报名倒是不用去得太早,吃完了早餐暖暖不放心,再去农场看了看。 顾妈妈在家里化妆,等午饭后,才带着两个小的去报名了。 暖暖你想读几年级?暖暖我和哥哥读一个班行不行呀? 顾安巴布的妹妹能和自己一班呢当然可以,我保护妹妹。 拍自己胸脯,拍得哪叫一个大义凌然? 顾妈妈瞪她一眼你保护个屁,不给我惹祸,就谢天谢地了。 顾安妈妈,我是你的儿子,母子之间怎么能没有一点信任感呢? 你这样让我很伤心,你知道吗? 顾妈妈那你继续伤心去吧。 顾安,女人真是不可理喻。 顾妈妈捏捏乖女儿的小鼻子和哥哥一个班不行的,你还太小了,咱们就算不读学前班,也不用一下子跳这么远啊。 顾安超级失望地踢了踢路边的小石子,嘴巴都撅起来了,哼哼哼的。 暖暖小脸皱巴巴地想了想那,那二年级吧? 顾北是知道自己妹妹的学习进度的,进入二年级,绰绰有余。 不过她现在的年龄是独一年级的标准,想要跳级上二年级的话就得先考试。 报名的日子来学校的人还挺多的,基本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有时候甚至还能碰到几个熟人。 这不,顾妈妈她们刚走了没多久就被叫住了。 顾太太 顾妈妈拎着手里精致的小包包,一回头就瞧见了,站在不远处,看着她们的一位太太。 你是刘太太? 顾妈妈脸上,带着得体优雅的笑容,和来人打招呼,刘太太非常热情,一双眼珠子放光一般地盯在顾北身上,简直热情地,跟见了失散多年的亲姐妹似的。 顾太太,这位就是你的二儿子吧,果然是,长得一表人才斯文儒雅呢。 哪里哪里,你带孩子来报名呢? 那位刘太太点头这是我的儿子,快来叫顾姨。 简单地相互介绍后,这位刘太太又将话题转移到了顾北身上,并且明里暗里说自己也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女儿如何如何优秀,改天相互介绍认识等等。 顾妈妈都礼貌回绝,熟练地含糊几下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女儿离开了。 但是这样的事情可不仅仅发生了一次,这一路上只要是认识顾妈妈的都想办法上来搭讪。 在看见顾北的时候,要么就是说自己有某某女儿,某某侄女,或者表妹的,简直就一大型相亲现场。 一顾北刚开始,脸上的笑容还是很自然的,但是后面下来她脸上的笑容都要僵硬住了。 她表情有些无奈地推了推眼镜,此刻要是大哥在的话,这些人就绝对不会凑过来说这些,顶多就是私底下和妈妈说而已。 顾妈妈戏谑地看了自己儿子一眼我们虽然不催你,但是你自己也得争气点啊,别整天泡在实验室里啥也不管,我看等你年纪再大一点,国家都得极着想要给你找女朋友了。 顾北捏捏自己手里妹妹的小手,语气温和妈,我哪有时间找女朋友啊,现在真找了我长时间留在研究院里也不回来,这比异地恋还要难,不是当个人家女孩子吗? 顾妈妈想也是,但也不能不找啊,总不能真跟那实验室过一辈子吧。 那你们研究院的那么多优秀的姑娘你就没一个心动的。 顾北看缘分吧,反正现在没我喜欢的,而且大哥不也没动静吗? 顾妈妈想到自己大儿子那张冷冰冰的脸和令人褪毙三射的强大压迫感,真的担心自己大儿子以后没人要了,不行,回去得催催。 顾北低头对上了暖暖好奇的目光,抬手捏捏妹妹肉嘟嘟的小俩。 就算要找女朋友,那第一肯定得对我妹妹好才行啊。 她和大哥对感情的事情并不热衷,反正都是顺其自然的态度,倒是将暖暖当成自己女儿再养,以后若是真找一个女朋友,那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得对暖暖好才行。 顾妈妈是一万个赞同这点儿的,他们一家虽然对未来儿媳妇没什么要求,但是也不希望以后取一个脚家精回来。 暖暖听到她的话,软呼呼地笑了起来,接着奶声奶气地道,要对哥哥好的。 顾妈妈欣慰得不行,家里兄妹感情和睦,她和丈夫的感情也很好,嫁进顾家后,更是没有出现电视剧中那婆婆公共刁难的事情,这一辈子都跟活在蜜罐里差不多了。 自己这一生幸福了,她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儿女也能幸福,特别是小女儿暖暖,只希望她能比自己过得更好。 找女朋友这个事情暂且翻篇,顾北很快转移了话题,他们静止去找了校长。 校长看到顾北来,眼睛瞬间就亮了。 顾北小时候也是在这里读书的,那时候的校长还在教书呢,也曾教过顾北所在的班级,那时候对这个聪明又安静的小孩印象就特别深刻。 长大后,学习成绩一路高歌,将同龄的孩子都甩在身后,大学毕业,更是直接进入了国家最重要的研究所工作。 这样令人惊艳的履历哪个教过她的老师,不觉得骄傲?反正校长就是挺骄傲的。 老师?顾北看着这个黑发中夹杂着不少银发的老人,温和有礼地笑了起来。 顾北同学,好久不见啊。 两人手掌相握,互相见了礼。 校长看着面前的人也感慨,时光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顾南顾北这两兄弟还小的时候,这两个小孩的智商一个比一个高,虽然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却很好分辨。 哥哥从小就是个小面瘫,板着一张肉嘟嘟的脸,一副老成的样子,殊不知那样在大人眼里是很可爱的。 弟弟很爱笑,从小就温和细心,最得学校的小女生们喜欢,每天上学都能收获满满一书桌的小礼物,小小年纪还在学校就有了挺庞大的小粉丝团了。 这对双胞胎,从学前班开始,成绩一直都是并列第一,成绩就像他们的脸那般一模一样,那时候还挺招难孩子们排斥的,因为小女孩们都喜欢他们两个。 但是别以为他们成绩好,就很好欺负了,相反这两兄弟,不仅成绩好打架,还厉害。 顾男喜欢光明正大的当场报复,直接打回去,弟弟则腹黑一些,喜欢以牙还牙,报复回去,还不会让人抓住把柄,最后每次请家长调和,都是别人吃亏的份。 一回忆起这些校长,看着面前温和儒雅的青年,就感叹时光,真是个神奇的东西。 当初那三头深的白玉小团子,如今都长这么大了。 短暂的缅怀交谈过后,顾北说出来了,这次来学校的目的。 校长看着暖暖点点头可以,不过按照规矩,得看看她的情况如何。 顾北自是不会为难校长的,自己的妹妹,若是没那个能力,她也不会允许她去读二年级,那样不是帮她,反而是毁了她。 来小朋友,这三张试卷你拿去做一下。 暖暖接过试卷,乖巧又礼貌地道谢。 谢谢校长伯伯。 奶生奶气地道完谢,就很从容地去考试了。 她现在已经进化了,不会动不动就害羞了。 校长看着那精致如白玉娃娃般的小姑娘,一下子就想起了顾北小时候,顿时笑了起来。 你这妹妹和你当年一样,也是这么乖巧有理。 顾南小时候,也是很有礼貌的,就是不爱说话,而且半点儿不肯让人抱,跟个小大人似的,独立得很。 顾北看着暖暖笑了她可比我乖多了。 语气简直不要太骄傲,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她女儿呢? 校长乐呵呵地笑了起来。 顾安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霸王,在进入校长办公室的时候就不吭声了,躲在自己妈妈身后,像是生怕她会注意到自己似的,心里一直在说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